每一段恋人在一起时间久了,就如同自己的影子一样,很容易被忽视,要么一方把对方的付出,当成是习惯,当成是理所应当,当感情里所有的新鲜感,好奇心,征服欲得到满足后,就会越来越不珍惜。 曾经让你心跳加速的恋人,尤其是以下星座的男人,能三天称男,他们对待感情现实而传统,觉得恋人过了相互心跳的时间,过了热恋期,就该回归到正常的状态,开始要自己的指挥时间,变得不想要另一半的管束。 结婚后,女人整理夹杂事物,带孩子顾老人,也是分类的事,他们不会觉得另一半的辛苦,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,他们可以说生意要应酬,可以聚会请客感谢朋友,却忘了家里还有一位值得感谢珍惜的人。 Low二水平男,只要跟平子成了男女朋友,成立了家庭,以前的弄情蜜语,全都归为平淡的生活,他们觉得后方有人了,出差,聚会,打麻将等等,一切的行为,作为另一半都得包容他们,理解他们,体谅他们。 他们觉得自己在为这个家付出,很多时候不能太计较,可是他们在外面和朋友,玩到深夜时,也很少想到另一半在家中默默的付出,能一斤牛奶,这款的男人工作很务实,感情也是很特别的现实。 喜欢有挑战难度的工作,也喜欢没那么容易得到的感情,追女人越难追,追得越紧尽,都把人得到了,对方交心了,那种挑战的感觉没有了,他们便不再会像以前一样,花时间去了解对方。 若是跟牛牛结了,剩下的只有日常的琐碎,他们心中的位置,赚钱,永远是他们第一位的选择,在一起的时间久了,他们在外的诱惑多了,对另一半就越来越没感觉了,每个人都想找到在乎自己的人,希望付出的感情能得到相应的回应。 但是不是每个对待感情,都是从头到尾的认真,总有那么一些渣渣的类型的男人,热烈的追求敌不过时间的淡漠,若是还没踏入感情的你,遇到上面新座男人的追求,可是要多留心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